嗨 道少好 今天我们人来到了这个战国王伊宿馆 因为我看到他们这间店的外面有一个康帐 就是写入场低销50元就可以免费的喝饮料 以及可以免费吃小点心的这个好地方 那这一间店呢就是也是一个网咖 然后它还可以住宿 而且它是24小时的 跟我之前去开箱的那间Q-Time还蛮像的 那因为上一次的话是没有这个吃到饱的嘛 全都是单点的 那我们这一次呢 对 因为我发现说好像最近台北越来越多 有这种小点心就是免费让你吃啊 就是你只要进来包台的话 它就会让你吃到很爽这样子 那我们就今天来试看看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来 没来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餐的情况 以及就是餐点的口味 还有这个电脑的品质 以及整个环境如何吧 出发 那我们进来包厢啊 像其实它的这个隔音呢没有说到特别的好 不过呢我觉得它也比较贴心的点它就是给一个这个凳子 而且它是有这种套子的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凳子很硬 但是它有这个软软的这个缓冲啊 总之呢这位置也是蛮大的啊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马上来点餐 那我今天呢应该 因为我刚刚是开台5个小时啦 那它有跟我们介绍用餐规则 总之它开台的钱 以及这个用餐呢是分开来算的 如果要这个吃到饱的话 还是要付钱的就是50块这样子啦 好我们来点餐 它这里就是真的就是有免费的 就是包含在50元里面低销的 有炸银丝卷跟炸香肠 这很棒耶 都先来个两份 因为我们两个人 那我这边的点餐的方式呢 会以就是我吃完再点 就是一吃完马上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测试看看说 如果我们以一个吃到饱的方式 用餐时间一个半小时 因为现在外面不是吃到饱 都是一个半小时嘛 我们可以吃几软 喔还有无糖的绿茶耶 这也不错 好那我们先点起来 好那我们计时开始 因为我刚已经按送出了 但是没录到 不过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啦时间暂停 因为它刚刚送来 大概10分钟来一趟啊 那对 现在的时间是7点半 非常的刚好 我们就直接寄一个半小时 我们可以吃几份 那它呢 送来的话呢 就是两份的炸馒头 跟两份的小香肠 大概就是长这样啦 那它这个 其实真的还满香的耶 马上来吃看看 银丝卷 嗯 这小香肠怎么都炸到快爆掉 爆掉啦 形状呢是走一个奔放的路线 就那种新新肠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厉害的是 它的这个 银丝卷 因为它是很酥脆的 而且它是撒那个胡椒粉 算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 这种搭配耶 这甜甜又咸咸的啊 这种就是边打游戏边吃啊 刚好它们有那种无糖率啊 哇 很大 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因为刚刚啊 我们要开这个包厢的话 它最低的消费是三个小时 所以是 200多的样子 我看一下哦 其实你可以花35元 就是如果在外面的那个电竞区啊 一个小时是35元 然后你再加这个50元 所以总共是85元 你就可以吃到这个吃到包 但是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大概可以续6次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是一个这个 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位置啊 会比较贵一点点 那它最低的是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话是145元 然后我们再加上50元的话 总共是195元 可以吃三个小时的这个免费了哦 195好像也很OK耶 这好像是四份耶 因为感觉一份是两颗 它把我的跟你的混在一起了 这应该是四份 哇 马上再点起来 游戏规则就是不能停 要一直点 好点了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这个7点46 对 马上它又再送上来了 因为我刚不是马上吃完就再点 好重 这外面咸酥鸡摊 这样一包 我觉得应该回本了啦 以低消50元来说的话 超回 我把它倒出来啊 应该是比刚刚还多 还没倒完刚好一半 所以是等于是说刚刚的分量再乘于2 我们目前累积的分数是来到了12分 好开吃吧 这小香肠每个都炸到爆料耶 我原本以为它旁边的黑黑的是它的那个 什么类似什么 葱啊炸过头 不是耶 那是小香肠的皮耶 我刚刚想说咬它 好脆啊 这应该 对啊好酷喔 小香肠的皮 有一个 有一个 目前都还算蛮好的 因为像这种比较咸的东西啊 我觉得啦 越吃越多会越来越 咸 但目前我是覺得都很OK 因為我真的覺得那個炸的飲食卷 甜甜又鹹鹹的 好好吃啊 好那我們再點 我剛剛原本要繼續再續點嗎 發現說 那個炸的饅頭好像被我吃完了 就是它直接消失在我點菜的這個上面啊 只能吃香腸了 好那我們就吃香腸 然後其實應該也OK啦 反正就吃嘛 他們還有這個奶綠跟咖啡 我也蠻好奇的 就來點看看吧 好那我們第三輪的小香腸來了 那這一次呢 也一樣是點比較多啊 我這次是點大概六份 因為我想說一次來都要比較久 我原本不是說我跟攝影師兩份兩份嗎 但後來想說就不要管那麼多了 吃就對了 然後對就是他們關了那個雲絲捲 所以只剩小香腸了 那我還點了他們別的飲料 這個是冰的咖啡 蠻甜的 喝起來蠻像是粉泡出來的 還有奶綠 奶綠也偏甜 很甜喔 它的那種比較化學的奶味沒有 我反而是喜歡那種 我的奶綠 那種奶味喔 要夠吃 那才夠好喝 現在我覺得越來越難了 就是 光光在吃這個小香腸 我就意識到它的味道很重複 感覺今天應該可以爆吃個三四百根喔 再疊 真的耶 那個雲絲捲還沒回來 好啦 那我們點的十份又來了 真的很多耶 十份的份量大概是這樣 滿滿的 小香腸是其實看起來滿可怕的耶 就好像 軟 超多的 好 那我們趕快吃吧 那我也算一下十份大概有幾顆好了 那我感覺它應該 你看如果我點比較多份的話 它應該也不會細數說 大概是幾顆吧 就大概是這樣 四 五 好像健身教練在數那個次數 四十剛剛好耶 一份是四顆 嗯 算出來了 但我覺得這會有一個bug耶 就假如說我們今天呢 因為我們不是都背背包嗎 來過來 那如果我們裡面放的是那種便當盒咧 會不會有人就這麼壞啊 就是為了貪小便宜到極致 就是你點好之後 就把它丟到便當盒裡面再帶走 我們現在時間來到了八點半 我們距離我們的九點 剩下最後的三十分鐘 應該可以在最後點兩次 其實如果以這個吃到飽來說的話 確實是沒有飽啦 目前一點感覺都沒有 是因為它都是一個小小的炸物 這一輪有意思了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一直在吃香腸 而且時間其實也來到了現在幾點 八點五十五 其實應該也算是一個半小時的用餐時間的最後一段 我就點了一個白飯 因為我很好奇它白飯跟蛋到底會怎麼樣呈現 白飯的話就算是一碗白飯這樣子 然後蛋它有稍微用這個鍋子煎過 產生一點焦香的味道跟一點這個醬油膏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免費香腸 那其實這個白飯加這個蛋就是三十元 十五跟十五然後香腸免費 哇 終於有一個樸實的感覺了 它的白飯是屬於那種很常在外面看到的那種 就是那種電鍋裡面然後小小的電鍋粒粒分明的那種 沾了一點它這個蛋上面的這個汁液啊 非常的不錯 喔是全熟的 就是醬油蛋啊 香腸不能停 哇超多的 那我可以幫大家得出一個結論啦 就是說 像是如果 你真的來開台三個小時的話 像我們一直點一直點 那它送餐的時間大概 點完之後大概十五分鐘內都會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效率是還蠻棒的 那我們是 平日的晚上來的 所以 人應該也不會到特別多啊 所以其實出餐的速度我是覺得很滿意 感覺這時候有這種大螢幕啊 我應該是會看別人的YouTube影片 還是我們打開來看 我都看這個 Jungle Survivor Jungle Survivor Jungle Survivor 我很喜歡看別人蓋房子 你知道YouTube 半夜的時候 他都會推 推薦這種 拿這種鏟子 在野外蓋房子的很好看耶 這個香腸本身真的是味道比較重 配個白飯真的很剛好耶 最後的幾顆咧 最後三顆了 最後三顆了 沒了 哇 哇 超級值會票價的我覺得 我們今天兩個人總共是花費五個小時開台啊 一起的話還有加這個餐費啊 小香腸還有飲料的話是五百五 平均下來一個人也才兩百兩百七十五是不是 很棒耶 推薦 好那我們再點一些主食吧 因為我們的挑戰項目已經實測給大家了 就是如果今天你只想要花可能比較少的價錢的話 大概可以吃幾個這個香腸啊 就是我覺得送菜送菜速度不錯 應該都是可以吃得飽的 然後你飲料多點一點 對 好那我又再點了一個這個台九花雕雞 就是他們這邊最貴的泡麵一百元啊 然後再加一個科學麵十五元 我原本以為他會就來一包 但是他是幫我加進去的 有可能是我太少吃碗咖了 因為我就很好奇說 如果單點一個這個科學麵啊 會是怎麼樣 那就幫我加麵啦 分量很多耶 這感覺我們的小香腸再加下去 也是會很爽的 通常這個泡麵就有兩種 一種是煮到很爛的這種麵 一個是剛好 一個是過硬 這看起來是有點偏爛 我們試一下 很明顯就是兩款不同家的麵混在一起 不過也OK啦 因為就分量很足嗎 因為是我自己加點這個科學麵 然後他的料呢就是給一顆蛋 然後共丸還有這個花椰菜 還有這種火鍋餃 還有這種火鍋餃 然後裡面其實裡面有肉耶 這種肉塊 應該是那個花雕雞本身的那個 調理包裡面的這個肉塊 對啊 小小塊的 我發現說我吃出他哪一款是花雕雞麵 他那個麵體比較軟的應該是花雕雞麵 然後麵體比較硬的話呢是科學麵 而且我真的覺得他應該是加兩包科學麵 很多耶 我吸了不知道多少都還沒吸完 我也是很少吃花雕雞耶 這雞肉塊這麼多是正常的嗎 很多耶 現在有三四塊 包含剛剛我們吃到的應該有五六塊 超多的 而且我發現說他這邊 王咖 主食類相比我上前去吃的 好像還少蠻多的耶 就是他飯類的選擇 像是他沒有便當 然後泡麵的選擇 好像也比較少了一點點 而且他也沒有水餃 對水餃 咖哩飯 也沒有咖哩飯 感覺這裡就是 以這個吃到飽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食量比較大 然後又想要吃一點小東西的話 可以來這裡 好啦 那我們的另外一碗泡麵又來了 這碗的話呢就是比較便宜的75元 一樣的這個標配的配菜 他這個麵體就比較大條一點 他這個水分啊感覺 跟他這個原本的這個調味包啊 比例抓得不錯 因為他這個夠辣夠帶勁 就是平常在家裡面自己煮的話 我是不會煮這麼濃 會比較淡一點 因為我比較喜歡喝比較多水 那我還有點這個玉米濃湯 我來喝看看 玉米濃湯的話呢是45塊 所以我們這邊的這一套呢 是剛剛他供的時候120 玉米濃湯我看外表是覺得 我原本對他期待滿高的你知道嗎 因為他價錢是45 但是他這個濃稠度 我不給過 我比較喜歡我的那個玉米濃湯很濃啊 但他裡面感覺是打了一顆蛋啊 所以我們來喝看看 比較稀了一點 玉米濃湯有個滿棒的吃法 就是假如說今天有白飯啊 你就把它丟進去 就變玉米濃湯泡飯 也是可以吃得飽的 我比較有興趣的就是 草莓牛奶 他居然有草莓牛奶耶 而且他這個也是低銷50元的這個 免費可以點的啊 低銷50元 那就不是免費了 總之他就是他那個飲料吧 50元可以點的 喝看看 嗯 好假 好喜歡喔 他這個草莓 非常小妹妹的味道耶 就是假如說今天 小妹妹一定會喜歡的那一種 他就是你吸進去喔 會有那種粉紅色會 花朵會開的那種感覺 嗯 滿好喝的 但是我可能就是久久喝一次這樣 嗯 滿甜的 好 那我就繼續 把這個杏莎麵給他吃完 吃完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50元的這個低銷啊 我是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超值耶 在台北的話應該是無敵的吧 你看有非常多的熱狗 以及飲料可以喝 但是可惜就是銀絲捲啊 我們大概點了兩輪 對他就關掉了 不知道是我們吃太多還是怎麼樣 總之有點小可惜啦 對 因為我們一致認為銀絲捲還蠻好吃的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只是單開台一個小時的話 再加上這個低銷50元 好像也沒什麼好挑地的吧 如果你要以一個讀書的話 我可以推薦你戴著耳機 然後播著簽音樂 應該也是可以讀書的啦 推薦給大家這個省錢的好地方 如果喜歡看這種特殊的 這種吃到飽記得 鈴鐺跟訂閱給他起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